快速道路的網友拍下這張照片 四個人拿著立牌 候選人鄭曹明就站在旁邊 但怎麼看位置就是很奇怪 他們站的位置 竟然就是八八快速道路紮島 五個人站在曹化線上看到車子就揮手 這樣的敗票方式實在太危險 遠景帶著照片找上門跟鄭曹明解釋 站在曹化線上除了危險也違法 每個人都要吃上一張紅丹 曹化線啊 當然車子不能開到曹化線去 所以說我們在曹化線啊 相對也是安全的 平常時間啊 尤其屏東線啊 都到外陌生啊 只有在上下班的時間 這個才會看到我們的群眾 所以說我們就選擇交通要到 這朝民選的快速道路 認為屏東居民都在外地工作 有經過就會被注意到 所以才選了這樣的位置來敗票 違反民道管條例第三條第四項 除三千元 還有保管 有關本案 總共開出了五張罰單 正在家道口的曹化線 違反交通管制條例 警方也開出總共一萬五千元的罰單 這下選擎幾張荷包卻鬆了 想要民眾注意卻製造了反效果 記者張秋華 劉伊田 屏東報導